方便是方便 但是你想过家里买了车 过后家里的负担有多重了吗 现在一个月家里车带要还四千 停车费加上加油 一个月差不多两千块钱了 然后现在宝宝因为断奶了 还要喝奶粉 奶粉的话要一千五 一个月房租加水电 接近要两千块钱左右 然后还没算生活费 现在这里已经差不多快一万了 再加上车的开销 本来车就是那个消耗品 不是 你这一个月挣多少钱 我一个月最差的也有个七八千块钱 我每次一截到账 我就几千块几千块地给他交 但是他老是跟我吵 没钱用没钱用 那家里的开资 我刚刚给你算了呀 那你给我的钱 难道我自己用了吗 我一个月花下 我在我身上自己买东西 我都没花到三百块钱 我全是给家里人用了 你没花多少钱 难道我花多少钱呢吗 我一年都没买过两套衣服 真的 我都是穿了以前的旧衣服 主持人你是不知道 自从跟他买了这个车以后 我这微信支付宝 加起来都凑不到一百块钱 我加油你知道吗 有时候就是午饭不吃 然后存在那里 加五十块钱的油 那个油表 不是 那你为什么非买车呀 条件不到咱就不买嘛 这条件其实 也还是差不多能够弄得走的 只是他管我管得 真的太严了 太难了 有钱也不拿给我用 我真的有时候 我觉得他也没面子了 有一次我不是下班回家 我说饿了 没吃饭 我说回家的门口 买点鸭脖啊 鸭头啊 回家先吃一下 我就买点东西回家吃 结果旁边还有人 你知道吗 东西都买好了 结果一付钱 既然没钱呢 我当时就打个电话给他 我说赶快给我微信 转几十块钱 我买了点零食 没想到他竟然不给呀 我这真的很生气 我回家就跟他吵了一下 对 我就是没有给他 我这么努力地赚钱 自己想买点东西啊 买点什么的 几十块钱的权力都没有了 我觉得我这日子 真的过得太难了 你们结婚的时候 就是说好了他管钱是吗 没有 刚开始是他管的 然后后来买了车 我就拿过来给我自己管了 也就是说在买车之前 其实你们家的经济还行 他管得也不错是吗 对 但是他就是 上一次没经过我同意 他就去私自买了车 我不是也跟他商量过 他不同意 不同意我自己就想着嘛 现在我们结婚呢 有小孩呢 我老妈就从县城 到17帮我们带孩子 400多公里 我老妈都一年没回去呢 我就想着啊 买那车啊 以后回家也能方便一点呢 也能让我老爸跟我老妈 经常在一起聚聚啊 以后你出去啊 带宝宝出去啊 也比较方便呢 现在我们家的情况是这样子啊 包括你爸妈 包括我爸妈 我觉得他们都应该能理解我们呢 我们才刚结婚没多久 现在又有小孩 开自一个月肯定很大呀 你不买车的话 他们也不会怪你 而且妈妈和我们一直住了 就是我怀宝宝的时候 就一直在照顾我 到现在也在带宝宝 然后我就一直挺心疼 觉得他真的挺累的 然后平时我也有什么东西 我都会给他买呀 而且我和妈妈在一起那么久了 从来没吵过架 他脸过红啊